北京景丹蓝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 反蓝用料本身就是从蓝最开始的 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那我就用了各种深浅不一 大概二十多种不同的蓝 构成了这么一个瓶子 它代表着包容 它也代表着深浅不一的 费蓝色的太平洋 浴湖春瓶最早是一个装酒的 可能是一毫酒 招待贵冰小口度大 代表着一片冰心在浴湖 景丹蓝它是以丝为比 法郎油料 它能呈现出来的五彩斑斓的这种颜色 我用了青花里面的反白 以蓝色为主 花是不同的蓝和白组成的 每一步它都需要烧一次 油料的这个容点不同 整个这个过程是700度到1200度左右 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神奇 雕七当中最鲜明的一个特点 就是红色 中国红 中国人确实对这个红颜色 它是全有独重的 就是很喜庆 很有吉祥的意义在里头 雕七呢 它能体现出红颜色的这种沉稳 它单纯的一个红色 足够的震撼 落叶内的这种漆术 夜间的时候呢 这个漆术就会更快地分泌这个漆 它通过气和膜 它被判出来这种浮雕的一个 高级变化的一种效果 一毫米厚的七层的厚度 差不多要光20天 正常的一件雕七作品 一般要半年时间 四双颈 这刻的一个格子 它就需要三十二刀 每一刀都要想好 哪个地方我雕刻雕错了 那我没法去给它补回去 所以说这个叫出刀无鬼 景泰兰应该叫现于色的艺术 雕七呢就是中国红 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我开始观察生活 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传达给我 北京的绿色 北京的秋 北京的雪 突然间就明白了 它们原来就是从生活当中取材了 那我怎么把这些美 再转化成为最终我们艺术的这种美 我们这些年基本上也在尝试 和我们拉动老百姓需求的 一些新的产品的打烊 这些工艺呢 一般都是传承百年以上 而且呢是我们现在工业化 没法替代的 是纯手工的 团队里边的平均年龄 27岁左右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会很感兴趣 集合我们当代的这个审美 借助这种国际交往的场合 是能把中国不同的工艺 精彩的文化能推上去的世界